各位CEO大家好 我是你们上奋玄小桃 今天三大指数再次集体回调 这段时间走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趋势 跌下来涨上去跌下来涨上去 如此的反复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在走出一个 lower lows和lower highs 就是最高点在往下移 最低点也在往下移 所以市场是在走一个比较有序的回调 明天将汇出CPI数据 在过去几次的CPI数据出炉之前 我都和大家分享说 我认为CPI对于美股的走势 影响已经越来越小 这最后其实也得到了当日走势的验证 但是我认为只是我个人的感受 明天的CPI数据可能会对市场产生一定的影响 主要我认为市场想走出一个比较健康的回调 但是又没有一个比较好的理由或者事件 所以明天的CPI数据如果高于市场的预期 那有可能会成为那一个契机 当然反之也是一样 如果好于预期 短期之内可能会打击一部分空头的信心 大会我和大家再稍微详细的展开聊一下 明天市场对于CPI的预期 包括奔波安娃娃他们这个团队对于CPI的预期 讲完通胀之后 我会讲三家公司的财报 第一家公司Disney 我会花比较多的时间在Disney的财报上面 然后另外两家公司 今天的盘前Roblox和今天的版后Tradex 好吧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 在开始之前还是希望各位CEO可以帮我们这期视频点一个赞 因为你们的每一个赞都有可能会换来另外一位CEO的关注 首先是今天的美元和美债市场相对比较平静 在两三天前 我有在社区里面发过一段我从网上截取的一个逻辑 那一段逻辑的起点是美国财政部这一块的斥资在慢慢的扩大 所以导致美国财政部短期之内要融资向市场上去举债 举债的这一个行为就会导致美债的收益上升 特别是在长期美债这一块 然后因为美债收益上升会导致美元上升 最后因为美元上升 美国政府通过美元收割全球 使其他的一些新兴市场因为美元的上升遭到打击 整个这一段逻辑听起来非常的顺畅 但如果我们把起点和终点拿出来 我们就会发现这一个逻辑的起点是美国的赤资再越来越大 而这个逻辑的终点就是美元会越来越强势 所以如果美国的财政赤资最后竟然可以导致美元上升 那美国政府担心啥 他们完全可以无限量的印钱 因为无限量的印钱最后的一个结果反而是美元会越来越值钱 所以当我们把这个逻辑的起点和终点拿出来放在一起 我们就会发现这个逻辑其实并不能自洽 不能自洽的逻辑点在哪 美债收益上升是不是一定会导致美元上升 不一定 确实我们经常听到某一个国家通过加息试图使本国的货币升值 但往往这种情况通常都是发生在这一个国家的货币已经在一个贬值的路上 而这一个贬值的原因通常都是因为一些内部的经济因素 或者是本国的通胀非常高 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新兴市场的这个债券收益率非常的高 所以如果我们把本国的经济增速和通胀放在一边 另外一边是加息 到底哪一股力量对于本国的债券收益率影响更大 从长期的这一个角度去看 就是经济增速加上通胀的预期 所以这是从概念上去理解 就是我们从数据上去看 回看YTD今年到现在为止 美债收益率两年期上涨了38个基点 十年期上涨了13个基点 TLT也下跌了2.4 也就代表长期的美债收益率也在上涨 但是美元指数今年到现在为止下跌了1% 同样我们去看过去一年就更加的明显 美元是下跌了3.6% 两年期上涨了154个基点 十年期123个基点 TLT下跌了17.6% 所以债券的收益率上升 在不是美联储影响的这一个情况下 一定会导致美元上涨吗 不一定 特别是当美债收益率上涨的幅度 比其他国家收益率上涨的幅度要大的时候 这恰恰说明接下去美元会贬值 然后在讲通胀和财报之前 我还是想再重复一下 在我昨天视频里面所分享的一条推 推是来自于Nick 然后安娜旺转发了这条推 因为今天我看到国外非常著名的一位YouTuber 他也聊了一下Nick的这条推 并且他似乎感受到了一点危险 Nick的这条推主要说的是一家上市的猎头公司 在这一次财报里面 他们去掉了对于全年的指引 因为他们看到了在就业市场这块非常奇怪的现象 什么非常奇怪的现象 用人单位招人的这个意愿和上年的顶峰区比 下跌的速度非常快 其实我有在视频和大家分享过 当我们就去看过去两个月的大飞浓数据 已经出现了一个现象是 实际的数据比市场预期要低 并且在最新的一次飞浓数据里面 对于上一个月的飞浓人数还往下调 相反在这两个月之前 飞浓数据都比市场预期要好 而且好了不少 这个观点主流媒体其实聊的并不多 而且他们还在给我们灌输软着陆的这个可能性 就业市场的数据几乎是所有宏观数据里面最之后的数据 而现在美联储好像在依赖就业数据去帮助他们做加息的这个决定 这样做最后有可能会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 不是加息加的太高 就是把隔夜利率保持在高位的这个时间线过长 所以这一次SIPC的财报里面的一个指引 NIC的一个转发 ANA1的一个转发 应该要敲起我们的一个警钟 就业市场也许没有我们像飞浓数据里面看到的那么乐观 特别费浓数据还是一个最落后的指标 然后我们来聊一下通胀 市场的预期环比无论是广义还是核心 分别都是在0.2 彭博ANA1他们这个团队 从环比这个角度去看 广义是在0.3 核心是在0.2 也就是ANA1他认为这一次的数据出来 会比市场预期要稍微差一点 有一点我想先和大家做一个预告 无论明天的美股是涨还是跌 市场对于明天通胀数据的反应 不代表美联储对于通胀数据的反应 我们可以做一个假设 假设ANA1的预期就是明天的实际数据 从广义这个角度去看 略微会比市场预期高一点 那就有可能市场会利用 超过预期的数据去做文章 但是0.3的环比广义通胀 和0.2的环比核心通胀 真的有那么差吗 我觉得这个数据是美联储 非常可以接受的一组数据 因为环比0.2的核心通胀 约等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 暂时来说除非市场对于通胀的 这个预期有不小幅度的上升 不然美联储仍然会更加关注 核心通胀的增速 如果用一句话去总结 他们对于明天的预期 7月份的CPI数据将会显示出 一波通胀增速放缓的信号 核心商品这一块的通胀增速放缓 主要来自于二手车价格的下跌 在房租这一块 他们也预期环比的这个增速 将会从上个月的0.5下跌到 这个月的0.4 如果我们向前去看 虽然现在8月份也只有几天 他们预期8月份的这一个环比增速 广义通胀这一块 可能会直接上升到0.6 但是核心通胀的环比增速 仍然将会保持在0.2 这边是最新二手车价格的指数 7月份的数据比起6月份 环比是下跌了1.6% 而且我认为二手车价格的下跌 还会有更大的空间 然后我们来讲财报 第一家公司的disney 先来看一些数据 营收比市场预期低了0.8% 盈利比市场预期高了4.15 subscriber订阅数 disney plus这一块 比市场预期低了5.61% 看起来是一个非常大的miss disney的财报重点 并不是在他们的订阅数上面 并不是说这一个季度订阅数 没有达到市场预期 我就怎么说 上一季度财报 上上一季度财报 我就怎么说 为什么 因为现在管理层已经把重点 从订阅数的这个增速 转移到盈利上面 所以比起订阅数的这个增速来说 更加重要的是在流媒体 DTC这一块 它的亏损有没有缩小 上一个季度 流媒体这一块的亏损在7亿美金 上一季度财报的时候 他们的管理层说 我们在扭亏为营的这条路上 它并不是一条直线 所以并不可能一直延续前两个季度 每一个季度缩小4亿美金 亏损的这个趋势 并且当时给市场的一个感觉 就是可能第三季度 这个亏损缩小的幅度 并不会非常大 实际的数据出来 亏损的幅度在5亿美金 比起上一个季度缩小了2亿美金 其实也是超出了市场预期 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 迪士尼在流媒体这一块 这个季度其实是完成的目标 最后我再补充一点 公司是预期 DTC流媒体这一块 在2024财年年底之前会扭亏为营 所以接下去还有5个季度的财报 理论上来说 每一个季度只要缩小 1亿美金的这个亏损幅度 5个季度之后就可以达到不亏不赚 但是我估计迪士尼 可能会提前完成这个目标 把时间线移到2024财年的Q3 为什么呢 因为在content span内容花费这一块 这个目标是在2022财年的时候 就已经定下的这个花费指标 所以现在已经没有办法更改 Q4在content span这一块 非常有可能也是40亿美金 但是到了2024财年的第一季度 在内容花费这一块 将会出现一个环比的下跌 最后我想聊一下 在订阅数这一块 比市场预期要低的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要把Disney Plus 这一块的订阅数分成三个市场 第一个市场是国内 第二个市场是国际市场 第三个市场叫Disney Plus Hotstar 它是印度市场 如果我们先看国内市场 美国加上加拿大 环比的确有所下跌 但是下跌的幅度几乎可以忽略 国际市场这一块 同比增加了1050万 环比增加了110万 明显国际市场这一块 订阅数还是在增加 最后一个市场 Disney Plus Hotstar 也就是印度市场 这一块的订阅数 比起上一个季度出现了 非常明显的下跌 从52.9个million 下跌到了40.4个million 那这一块市场 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 其实是和 迪士尼在印度市场这一块 丢失了印度版球超级联赛 转播权息息相关 这张图就更加的直观 国内市场这一块 我画了一个向右的箭头 也就是过去四个季度 订阅数基本保持平衡 而国际市场这一块的订阅数 还是保持一个向上的趋势 最后印度市场这一块 订阅数的下跌 其实已经持续了好几个季度 订阅数重要吗 重要 但是比起订阅数来说 更加重要的是 从每一个订阅数身上 每一个月可以赚到多少钱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市场 在过去四个季度 这个指标都在上升 其实是和迪士尼plus涨价有关 但是我们去看印度市场这一块 从每一个订阅数身上 可以赚到的钱 仅仅在0.59美元 比起本土市场的7.31美元 或者国际市场的6.01美元 差了一个量级 所以我觉得市场并不应该担心 在hosta这一块订阅数的减少 最后财报会里面 我总结了几点 第一点从明年开始 也许会清理那些密码分享的账户 这就和奈飞在这段时间 做了同样的一个事情 第二点下半年 迪士尼plus会继续加价 使更多人使用有广告的会员 在财报会议上面 有一个分析员问管理层 现在的迪士尼plus 以后有没有可能成为奈飞 特别是在margin这一块 当然包吧一个绝对不会正面回答 但是包吧一个非常清楚 奈飞的一个成功点在于 制作成本花在刀刃上 其次就是定价 最后就是营销 当迪士尼plus把这三点都做对的时候 那流媒体这一块自然就会赚钱 最后是我比较主观的看法 如果我们把现在迪士尼 很多的一些问题 都比作是天空上面的一些乌云 那这一次财报 最多只能算是 把天空上的乌云 稍微拨开了那么一点点 离雨过天晴还很远 但是我认为在转型这条路上 管理层实在往一个正确的方向去走 然后我们来讲一下roblox 今天早上发完财报之后 收盘下跌了20% 先看数据 booking比市场预期高了1.31% adjust eps 调整之后的每股收益 低于市场预期13% ebit这一块也出现了将近22%的miss 那问题在哪 问题其实并不像市场里面的一部分声音说 第二季度日活数 比起第一季度环比出现了一个下跌 二季度比起一季度环比的一个下跌 更多是因为一个季度效应 上年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 那为什么会下跌20% 我认为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可能是外观因素 第二个原因就是内部因素 外观因素就是市场对于这一季度的财报要求非常高 想要出完财报之后不下跌 起码要做到营收和盈利都比市场预期要高 或者说你有故事线 如果你两者都做不到 甚至于出现在盈利这一块 比如比市场预期低了10% ebit比市场预期低了20% 那你盘后下跌20% 这绝对是理所应当 所以这是一个外观因素 那另外一个就是公司的内部因素 如果我们去看他们的ebit 我们去看过去几个季度ebit的这一个增速 2021的一季度负的64% 第二季度负的67% 第三季度负的62% 第四季度稍微出现了一个正增长 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再次来到了一个负增长 所以Roblox一个问题是 的确DAU日活数在增加 Blocking也在增加 但是ebit这一块 他们反而变得越来越差 这其实是说明公司的内部花费存在一定的问题 其实今年到现在为止的走势市场并不是容不下成长公司 很多的一些成长公司 今年到现在为止涨幅都不错 比如说Uber 比如说Palanty 但是这一类公司 它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特点 就是它的一个基本面 特别是它在盈利上的一个能力 再会变得越来越好 而反观Roblox一个股价 过去一年多 基本都是在一个区间横盘 所以我认为在花费这一块 管理层一定要做出一定的改变 最后是今天的第三家公司 Traders盘后发布的财报 发完财报之后 盘后也出现了小富下跌 但是财报本身 营收比市场预期高了2% 盈利高了22% 指引是485个million 市场预期是480 也比市场预期要高 所以如果像Traderx这类的财报 盘后都不能上涨 那Roblox下跌20% 真的是理所应当 然后这边彭博的点评非常有意思 他说这一次Traderx财报其实非常好 所以盘后的这个股价下跌是不被允许 但如果我们去看Traderx 今年到现在为止的走势 YTD应该是涨了80%到90% P125年市场的这个预期也要将近50倍 而市场对于EPS的增速 今年在0%没有任何的增速 明年22% 后年28% 这样的一个增速 25年市场给出了50倍的这个P1 无论从任何的一个角度去看 这都属于一家比较偏贵的公司 除非他们可以给出其他的一些故事线 给市场其他的一些想象空间 不然的话 你很难找到在这一个点为这样的一个估值 有人愿意在这个位置去接受 最后除了财报之外 也是一条非常重要的消息 特别是针对我们各位加拿大的观众 因为富途默默正式进入我们加拿大市场 现在大家就可以用我置顶留言里面连接去注册 并且完成新客户任务 最高可以获得8次抽奖机会 奖品包括了亚马逊的礼品卡和Timmis的礼品卡 大家比较关心的入金时间 入金对应的活动 他们会不会提供TFSA或者RSP这一类账户 关于这些问题 一旦我有了最新的信息 一定会第一时间来告知大家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做的是先注册 完成一些任务 获得这8次抽奖机会 然后可以通过他们的模拟交易活动 先去适应一下这一个平台 这样当我们以后用真金白银投资的时候 就可以避免一些没有必要的失误 同时美国的活动也在持续 到8月31日之前 只需开户且入金1000美金 就可以获得15股免费的股票 加上50美金的股票现金券 首次入金达到5000 可以获得一股Xpedia或者特斯拉的赠股 好 那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边 最后各位CEO别忘了 睡前养成点赞的好习惯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的时间